Hello everyone, glad to meet you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lesson 4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四课 在今天的这节课中呢 我们会继续来学习某人的职业的表达方法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学习目标 在今天的学习目标中呢 我们会把我们之前学习的表示职业的功能句 进行一下鼓固练习 比如 What does your father do? 你的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 What does your mother do? 你的妈妈是做什么的? 那么除了这些功能句之外呢 我们还会接触一般疑问句 来确认对方的职业是不是某一项 Is she? Yes No 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说 她是一名老师吗? Is she a teacher? 如果是就直接用yes表示肯定 如果不是呢 就用no 往往呢 我们在后面还会补充一句 她是一名什么什么样的工作人员 好了 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她是一名医生吗? Is she a doctor? 不 她是一名老师? No She's a teacher 除了这两种句型的练习之外呢 我们最后一项就是感受字母的发音 今天的字母是字母N的发音 我们通过一个有趣的chunt来感受字母N的发音 好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节课的重难点 进节课的重难点呢 有这样一些句型 还有一些我们之前学过的单词的一些巩固 还有一个新单词 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句子呢 What does your father do? What does your mother do? 这两项都是来询问职业的 一个是问父亲的职业 一个是问母亲的职业 三次两句话是一般疑问句 要求对方进行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 Is she a doctor? 她是一名医生吗? Is she a nurse? 她是一名护士吗? 最后一项呢 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些单词 这些单词都是表示职业的词 当然也有我们出现的比较陌生的词 actor 男演员 actress 女演员 worker 工人 doctor 医生 nurse 护士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 今天出现的一些句型中 给大家重点标出来的字体 为什么要给大家重点标出呢? 就是要求大家注意 在表达功能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词的正确使用 what does your father do? 在一般现代史的第三人称单数里 我们要注意在表达的时候 在一般疑问句或者是在特殊疑问句中 含有十一动词前面要用does表示第三人称单数 what does your father do? 这个词是要求同学们要注意的地方 she's an actor 那这个词我们要注意的是哪儿呢? 就是它的冠词要用an an actor he's an actor what does your mother do? she's a worker 我们学单词工作是work 那么在这个词后边加上er 就表示工人变成了表示职业的名词了 好,我们来看单词 这个就是因为工人 是不是啊? 我们在这个工人 这个词刚刚已经接触过了 就是worker 那么如何把这些表示职业的词 运用到图片中进行看图说话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来做 给大家做一个例子 look at this 看这张图 看这张照片 this is my mother what does your mother do? she's a worker 首先呢 先让你的同伴啊 来看这张照片 look at this look 意思是看的意思啊 look at 意思是看猛物啊 look at this 看这张图 this is my mother 这是我的妈妈 what does your mother do? 你的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she's a worker 她是一名工人 好,我们来看这一张图片 look at this 看这张图 我们在那张图上可以看到啊 这是一名经济演员啊 演员 而且是一位男演员 actor this is my father 这是我的爸爸 what does your father do? 你的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 he's an actor 他是一名男演员 他是一名男演员 好,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是一位女士 她扮演成了一位女皇啊 或者是女王 那么通过这呢 我们可以知道 她是一位女演员 look at this 看这张图片 this is my sister 这是我的姐姐 she's an actress 她是一名女演员 那么我要问 那么你的姐姐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这句话怎么来问呢? 其实就是把我们之前的句子中学过的 father和mother 替换成sister就可以了啊 what does your sister do? 你的姐姐是做什么工作的? she is an actress she's an actress 她是一名女演员 那么我们在询问别人的职业时 或者是在询问家人的职业时 我们只需要把表示家人的名词换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你的叔叔是做什么的? what does your uncle do? 你的姑姑或者是阿姨是做什么的? what does your aunt do? 好了 那么除了刚刚我们学到的一些词和句子之外 那么我们需要同学们要注意他的书写 那同学们也要把这些词都要记下来熟练的写出来 actor parents worker he's an actor she's a worker 好了 下面呢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游戏 这也是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呢是考察大家对一些表示职业词的记忆 表示职业的单词我们通过图片来进行推测 这是什么样的图片呢? 这是什么样的图片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图片中有 postman posterman writer writer 作家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图片都给我们了一些提示啊 好 我们看下一个有黑板的提示 teacher teacher 有话筒啊 还有音符啊 乐符的这个提示 就是finger 歌手 finger 啊 这是一双舞蹈鞋 那就是 dancer dancer 那还可以看到啊 这个十字 那都是医院的一些标志了 那标志的话 那在医院工作的人员除了有医生还有护士 doctor nurse doctor nurse 好 我们下面呢 我们把刚刚说到的一些词呢 再重新的读一下 那么我们也可以更好的记忆 表示职业的单词 posterman 我们看到信件 那就会想到的是posterman啊 writer 看到了稿子 我们想到的是作家 teacher finger dancer doctor nurse 好 我们刚刚复习了表示职业的词 下面呢 我们来进行再次的练习 询问对方职业 怎么来问 what does your mother do? look at this is she a doctor? no is she a nurse? yes 我们在刚刚的图片中 大家是不是看到了这个十字的标志 那么这个十字的标志 我们知道是医院 在医院工作的人员 除了医生 还有护士呢 所以呢 我们看这个对话中会出现的就是 来猜测 根据刚刚的那个红十字的标志 来猜测 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你的妈妈是做什么的 look at this 看这个标志 看这张图 is she a doctor? 她是一名医生吗? no 不是的 is she a nurse? 她是一名护士吗? yes 是的 好了 通过这个我们练习完了表示职业的一些问答和词汇之外 最后一项呢 我们就来进行一个小小的chant 在这个chant中呢 我们来感受字母n的发音 Norman is a doctor Nancy is a nurse Norman lacks noodles Nancy lacks nuts 在这个小小的chant中给大家介绍了两个人物 一个人物是叫Norman 诺曼 一个是Nancy 南希 这两个人呢 他们的职业分别是 Norman是一名医生 doctor Nancy呢 是一名护士 nurse 还介绍了这两个人喜欢吃的东西 Norman呢 喜欢吃noodles 面条 南希呢 喜欢吃的是坚果 nuts 那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些词里边 都含有字母n 字母n呢 它也是一个鼻音 所以呢 大家在发音时 是不张开嘴巴的 它是从鼻腔发出的 Norman is a doctor Nancy is a nurse Norman lacks noodles Nancy lacks nuts OK 下面呢 我们把今天的内容 再进行一下检测 看看你是不是都掌握了 What does your father do? 这道题主要考察的是 本节课的重点的功能句 来询问对方的职业是什么 你的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 回答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在这四个选项中 找出最正确的那一项 回答一个人的职业时 我们要注意 要用贯词 A或者是安 表示职业前面的那个 不定贯词的一个 那么 如果我们遇到的是演员 应该是安 actor 所以A是错误的 另外呢 没有贯词也不是对的 应该前面加贯词 A 所以B 应该是 He is a farmer 所以这道题也是错的 那么我们看C C选项中呢 是出现了 An 还有actress 好像这句话是对的 其实是错的 为什么呀 因为 actress这个词 指的是女演员 说明她的人称和名词 搭配的是错误的 这道题答案应该选择 D 好 我们看第二题 This is my aunt 这是我的姑姑 As a doctor 那我们在这里边呢 我们回答的是 根据她的答语来进行判断 考察的是第三人称单数 He和She的用法 那么我们在回答 表示职业的时候呢 要用必动词的 所以这道题答案应该选择 She is 缩写成 She's She's a doctor 好我们看第三题 来做一个句子转换练习 Is he a teacher? She's a worker 这道题呢 以前我们没有接触过 这是按要求来转换和完成句子的 主要是考到我们这一个单元中 重点的句型 比如这是一个一般一问句 Is he a teacher? 要求同学们做出否定的回答 也就是不是 No 好我们看第二题 第二题考察的就是 询问别人的职业 这个问句怎么来询问呢 就是用 What does 加上这个人 然后Do来提问的 他是一名工人 我们提问的时候就是 他是做什么的 What does she do? 同学们你们都掌握了吗? OK So much for today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See you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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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